第902章 交手 分天顶隐匿的效果显然是超乎临动意料的好 再加上这片海中地形着实有些复杂 因此即便是哪些雪魔沙族的人在此处来来回回地搜寻了五天时间 却依旧是未能将分天顶藏匿的地方给搜寻出来 而在这般毫无结果下 雪魔沙族的强者在待了整整五天搜寻后 最终不得不暴怒地选择罢手 他们毕竟不可能一直地在这里大氛围地搜寻 不然的话 引起其他势力注意的话 他们的行动则是失去了保密性 所以在第五天之后 雪魔沙族的人马开始撤退 但在开始的时候 临动却是并没有立即出现 而是继续藏身了两天时间 而他也索性 他如今小心谨慎 因为在两天时间 他还是陆陆续续地 见到了一些潜行而回的雪魔沙族强者 看来对方依旧是并没有彻底死心 不过这种搜寻到第七天使 最终是彻底的消失 临动能够察觉到 方圆上百里之内 雪魔沙族的波动 也是尽速地离去 安静的海底 一座巨大无比的礁石群中 突然有着碎石崩出 而后 一道赤红光芒小心地掠出 光芒当中有着一座巴掌大小的赤红小顶 此时顶身光芒闪烁 玄机迅速膨胀起来 顶口清洗 两道身影也是一前一后的从中掠出 好像安全了呀 莫灵珊乌灰大眼睛环顾了一圈 说道 临动点点头 原理果荡在其周身 将海水隔绝开来 她看着眼前这扎着阳尾辫的小女孩笑道 既然安全了 那我也得走了 临动哥 你也让我跟你走吗 那个老家伙给我的碰印持续不了太久 等我实力恢复后 可是很厉害的哦 听到说临动要走 莫灵珊连忙道 临动闻言眉头微皱 略有些犹豫 莫灵珊的实力倒也不算怀疑 只是带着小姑娘的话 若是被雪魔沙族发现的话 怕也是有些麻烦 带着她吧 结交不死圣经一族 比得罪雪魔沙族要更划算 而且这小姑娘的封印若是被解开 就算是生玄境圆满的强者都奈何不了她 你要找寻到第二枚祖符 他会是一个不错的帮手 严也是在此时说道 临动微微点头 对于严的话 他倒是比较相信 既然连他都是这么说了 那便带上吧 想到此处 他视线看向木灵山 然后微微点头 不过 还不等这小姑娘雀跃 她又是不冲倒 不过 途中你必须听我的话 不能私自行动 不然的话 我只能丢下你了 木灵山小脸上满是兴奋 脑子跟小鸡猪米一般的连连点头 这倒是看着临动忍不住一笑 他伸出手来 扯着小姑娘头顶上那两根可爱的小马尾便一把 说道 那便走吧 声音落下 他也不再迟缓 身形一动 迫海而出 然后分辨了一下方向 便是化为一道红光 对着西南方向暴力而去 只不过在此次在其身后 却是多了一道蓝色的光尾 灵动哥 我们这是去哪儿呀 天商城 哦 那里我听说过呀 好像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不知道有没有我最喜欢的天罗床 天罗心床 那是什么 据说是件很舒服的纯元之宝 我如果得到的话 就可以随时想睡就睡了 那破木头睡觉难受死了 早知道就不把它偷出来了 身边多了木灵山这个小姑娘 灵动的感路似乎也是少了许多枯燥 牵着的一些幼稚天真之言 又是让得她也试认不住的玩耳失笑 而在两人这般说说笑笑的感路下 大约半天时间过去 就在此时 言的声音却是突然地在灵动心中响起 灵动 小心点 前方又出现了那些雪魔沙族的波动 什么 他们还没走 听得此话 灵动的面色顿时微微一变 潜律的神情立刻地停止下来 眉头紧皱 这些家伙看来还真是不死心呢 看来放大了搜索区域 人马也分散了不少 你先让这小姑娘藏起来 他们发现了你 言说道 灵动哥 怎么了 慕灵山出现在灵动身旁 疑惑地问道 你先进坟天顶 我们又遇见那些家伙了 灵动手掌一招 坟天顶迅速地闪现出来 催促道 慕灵山文言虽然有点小不愿 但想来还是记起了先前 答应灵动要听他的话的要求 当即娇小山区便是画为一道光红 掠进坟天顶中 灵动袖跑一挥 坟天顶迅速缩小 最后钻进他袖中 而他双目也是微微眯起 看向了前方遥远的海面 那里隐约地传来了哗啦啦的破水之声 同时而来的还有着一些弥漫着凶煞的气息 果然来了 感受着那些气息 灵动眼神微冷 这些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而在灵动凌空而立时 不远处 远处破风声越发响亮 再接着 一十数道雪光出现在灵动眼中 仔细看去 赫兰便是之前遇见过的那些雪魔杀族强者 而在他们守卫之人 以实大名名为夏统领的雪魔杀族强者 是你 十数道雪魔杀迅速地由远而近 很快地便是出现在了灵动前方 那夏统领阴狠的目光看向前方身影 旋即愣了一下 皱眉道 诸位 有事吗 灵动看了一眼他们 语气平淡地道 我雪魔杀族在这片区域搜寻任务目标 捏下来 让我们检查检查 夏统领视线在灵动身上缓缓扫视着 他的眼中有着一丝疲惫 想来这段时间的搜寻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 而且 再加上他一眼便是看出了灵动升旋径小成的实力 因此言语间倒也并没有太过的客气 抱歉 我还要赶路 怕是没功夫和诸位在这里做这等无聊的事 灵动眉头一皱 说道 你说什么 不过灵动的话虽然客气 但那夏统领的面色却是逐渐的阴沉下来 想来是跋扈惯了 却是没想到灵动这升旋径小成的实力竟然还敢拒绝一趟 小子 本统领现在心情很差 所以不要在我的面前装什么硬气 否则你会后悔的 灵动唇脚抿着 他低头盯着那面色森然的夏统领 那先前还带着一丝温和脸庞 却是缓缓地变得面无表情起来 和你客气说话是看在你血魔杀毒的份上 你若是在这般得寸进尺的话 那我也只能告诉你 以你的能耐 想要在这乱满海横行 恐怕还差了点道行 虽说灵动并不想动手 但他骨子里本就不是可以任人牛捏的性子 如今这夏统领咄咄逼人 前者心头想来也是相当的不爽 真是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夏统领的面色彻底难看下来 他盯着灵动 眼中有着浓浓的杀意涌出来 玄机其胶张猛然一点血沙之背 身形化为一道雪光 直接对着灵动暴略而出 正好老子现在心情差 就拿你这不开眼的东西谢谢火 灵动望着 那携带着满身煞气暴略而来的夏统领 漆黑眼中 一是有着寒意暴涌上来 玄机 青光突然席卷而开 四道青龙光纹 直接是自其体内升腾而起 青龙天作印 低沉鹤声响起 一道庞大的青龙掌印顿时呼啸而出 然后轰暴空气 直接属于那暴流而来的夏统领 正面硬汗在了一起 狂暴的能量波动 如同飓风一般 自天空上席卷而开 下方的海面也是为生生的 撕裂出一道百丈庞大的痕迹 不过很快的便是又被海水所填满 天空上 狂暴进风席卷 那夏统领暴冲而出的身形顿时凝固 然后一声闷哼 竟直接是在其他的那些许摩杀族强者惊恶的眼中倒飞而出 最后噗通一声狠狠地射进海水之中 海水很快地再度破开 那夏统领略显狼狈的破水而出 他盯着林洞视线阴冷 不过此时那阴冷之下却是多力思凝重 想来先前林洞的一掌之威也是让得他明白了 眼前的人似乎拥有着说先前那番话的资格 周围的哪些血魔杀族强者此时也是逐渐地簇拥过来 目光充满着忌惮地将林洞给盯着 此时的气氛无疑是变得剑拔弩张了起来